我们把它Ending一下 最后的话,当然第一个 这个ID一定要产生 产生的话记得 真的一个字都不能错 因为之前有同学真的就是 出一点点的错 他这个错真的不会是 当然你只要仔细看 还是看得出来哪里有错 只要这边有一个出错 后面这边的话 就会差不到了 所以如果假设你出现的是緊跟A的话 那表示你前面出错 比如说我看哪边可能 我假设故意做一个错误 哪个地方故意做 假设M好了,M1 类似像这样 就是MDD好了 这样子变106 现在填满 这边错,后面这边 你把它计算的话 全部都变緊跟A了 因为他找不到 有一些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他的规则刚好没影响 就是他月份刚好是两码 所以如果M的话 如果是两码 11月跟12月应该就不会错 有没有 10月应该也不会 10月好 10月应该也不会 两码的话就是不会错 OK,那如果你是 就是只有个位数字月份的话 那就会出错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假设我把它改正确 如果把它改正的话 应该就会对 OK,打勾一下 如果这边对了 那这边也会 把它重新再输出一下 这边还是错 看一下 还向下填满 把它重新填满一下 没有吗? 这边应该就对了 刚刚整个错了 那其实不用重跑了 理论上应该他整个就会抓到 那就是对的 OK 那其他的话就是清除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计算的话就是 分别把每个出存格丢公式而已 所以这个 就是写一个那个缝回圈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 这个地方 记得就是本来是两个双引号中间加空白 那记得双引号一定要把它多补一个就对了 有点满意送意的概念 一个不行,一定要两个 其他的话 我想请各位就是 再试试看好了 那今天的话 最后我还有点时间 所以最后的话我们把那个 有一题 就是 刚刚有提到的就是 所属单位查询 一样在第五个单元 的这个叫所属单位查询 那这一题的话主要就是 针对那个资料 它并不是一个正规化的资料 也就是说呢 它放一个顺序 比较的属于 有的人就是比较没有资料 正规化的概念 所以它放资料就放很随性 有没有 当然你说它有错吗 其实它有没有错 它其实也有个规则性 A单位就放这边 B单位就放这边 但是如果站在那个 资料正规化上来看 哇 那个资料就是一个灾难 因为你将来 你要查哪个单位 比方哪个人是哪个单位 那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如果假设 你希望能够查 所以这边是 各单位的原来的资料 它是这样输入 那如果我假设要查资料的话 那就会出问题 高明明 那你说要怎么查 你说插绿的函数 之前我们查都用V的函数查 但问题来了 查什么 查高明明 应该是没问题 去哪边查呢 表格 有没有 Table就表格 那表格 假设你给它这个表格 说真的 它怎么查 高明明 这没办法查 那你要带哪一栏回来 也是没办法 带第二栏嘛 没办法 输入里 我看一下 这个查一下 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呢 主要发生的原因出在哪里 就是这个Table OK 就是这个Table 它不应该长成这个样子 那你说老师 那应该长什么样子 它才能查 OK 所以哦 以后呢 当然 我要查的是这个人的名字 所以呢 你要记得 名字 因为你要查的是名字 所以请你把名字放在第一栏 所以哦 第一栏是名字 那你要查什么回来 我要把 这个 它在哪个单位 查回来 所以第二个栏位的话 一定是单位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什么 把原来的资料 没有正规化 把它正规化吧 OK 所以哦 第一件事情 请你在这个上方 间隔一栏好了 然后正规化的话 就是先人员 因为我要查人 然后再查单位 哪个人 在哪个单位 那所以呢 我们这边有人 哎 这些都 所以哦 其实蛮简单吧 当然 你如果要突发A 刚变 你要把这些人 Ctrl C 然后再把它Ctrl V 对哦 然后单位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A单位 Ctrl C 那放在这边 Ctrl V 那因为底下都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它快点两下 它们全部都A单位嘛 然后一样的动作 这边Ctrl C 然后这边呢 再Ctrl V 然后B单位 Ctrl C 这个再把它贴上之后 向下填满 OK 那其实啊 你说还好啦 因为总共有7个单位 等于是你要复制贴上 大概乘以2吧 大概就14次吧 也不是太复杂 可是如果假设 我希望做一件事 我希望 当然啊 如果提高效率的话 我不要用复制贴 复制贴 来完成 我希望写出一个程式 可以帮我直接就把这些 直接就转换成正规化的结果 所以哦 要如何写出这个程式来 我看我好像已经写好 我刚好已经试着把它写出来了 结果的话 这边好像有写了一个 正规化在这里 OK 所以哦 我已经写了一个叫 所属单位正规化程式 全部都一下OK了 当然会有个清除 清除就把它清掉 这样怎么写 把它写出来 类似像这样 但如果你不会写 你就是复制贴 那你如果假设了 这个表格出现之后的话 那你所属单位 这个能不能查 当然可以查 所以一样哦 查乌函数 V6函数的 高明明 去哪边查呢 切过来之后 这个就没OK了 那你要查的就是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通常会从那个 它的栏位名称的下面这个储存格开始 一直到单位的下面这边 就按序了键 OK 就这个范围啦 这个范围 当然你也可以预先建立一个名称吧 比如这个名称 也许就是什么 各单位人员之类的 OK 然后呢 查的话就查第二栏 比对方式呢 就输入完全一样的 OK 因为它 等一下我们要向下填满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锁起来 这个如果把它锁起来的话 然后按一个确定 那其实向下填满 全部都查完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哇 原来差这么多 所以问题应该就出在哪里呢 出在这个的上面 人员 单位 那单位的话 当然呢 你实在不会写VBA 这个资源还算少 你可以复制贴 复制贴 然后这个就 A单位 不对 这怎么会 没错 那陈大名是B单位 因为我是这样过来的 不是 不是这样子 这样 这样一直 OK 所以这个应该A单位 没错 那这个陈大名是B单位 张小妈是C单位 OK 好 那如果要写个程式呢 自动帮我正规化 那应该如何写 你们可以想想看 这个有没有办法 所以这边的话 我是希望在旁边 一样写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的话呢 就是叫所属单位正规化 然后一个按钮的话呢 就是把它清除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需要两个按钮 正规化清除 然后这个清掉吧 按下去 就把没有正规化 变成有正规化 至于这两个按钮如何写 你们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好